这里我们继续会看到哈利波特的动物朋友们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只受了伤的熊 它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在魔法的帮助下 终于获得了自由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是一场由魔法师扮成棕熊表演的童话剧 讲述了一只被强迫劳动的大熊 日夜期盼着获得自由 后来在一只魔法小鸟的帮助下 大熊终于摆脱了枷锁 来到了美丽的熊乐园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身旁这位就是刚刚大家在演出当中看到那个 既会变魔术又多愁善感的熊 那我们现在来问问他 他那个朋友吗 closest 又是李玛镇 你好 Task画面 他们在阿华安·迪洛 我和我一张卡片 但其实我有两张卡片 但有四个 有四个 除了这只可爱的大熊 在荷兰 我还认识了一位 十四岁的小魔法师 丁勇 我当初八岁 八岁 现在我现在五十岁 《阿里波特》 电影 是的 是的 我看到了 你从《阿里波特》有了一些 《阿里波特》 是的 《阿里波特》 是的 《阿里波特》 他从小呢 就非常喜欢看《阿里波特》的电影 而刚刚他玩的这个 漂浮的这个灵球呢 就是灵感就来自于《阿里波特》 《阿里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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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